11月18日上午,于成东正式宣布,华为Mate品牌盛典将于11月26日14点30举办。 届时,华为将带来华为Mate 70系列,华为Mate X6折叠屏,非凡大师智能手表等多款新品。 目前,华为Mate 70系列已经开启预约,官方界面提供的是Mate 70 Pro加背面和侧面。 从预定界面来看,目前华为Mate 70以及华为Mate 70 Pro拥有钥匙黑、雪玉白、云杉绿、风性子四款配色,提供12G和256G、12G和512G、12G和ETB存储版本。 而华为Mate 70 Pro加拥有墨运黑与100金丝引颈。 飞天青四款配色,提供16G和512G、16G和ETB存储版本。 目前已有216万多人进行预约,根据官方公布的图片来看。 华为Mate 70系列在设计上与Mate 50系列相似。 相机模组中有三颗摄像头加传感器,中央上方是smage字样,中央下方是闪光灯,模组与玻璃背板之间采用是钉装饰。 另外,今天华为官方发布了三条关于Mate 70的视频,其中有一抓一放掌控全场,预计有新手势,也有可能是跨设备抓放。 另一个是不可思议,分身有戏,预计是一种新的拍摄玩法,大概率是视频分身。 第三个是键锁未见,仅你可见,网友预测是防偷窥功能。 至于Mate 70系列到底有哪些功能,这个我们只有等发布后才知晓。 另外,官方今天还公布了新款手表,同样也开启预约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